Hey guys, this is Robert Today we're gonna talk about How to call an ambulance in Australia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在澳洲如何叫救护车 昨天我们听说一个消息 一个Coffield的女士 给ambulance打电话 然后花了六个多小时才到 到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那么我们就在想 万一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 出现了紧急的情况 我们要打电话 我们会不会打 能不能听懂别人在说什么 别人问你 What's the nature of the pain 这是什么样的疼啊 那你就崩溃了 什么疼我哪知道啊 那么你去描述非常痛苦 而且如何避免像 昨天那种情况 六个多小时才来 你应该如何有理有节的 去敦促它 让自己的亲人家人朋友 得到及时的救治 那这就是我今天 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专业英文 好了那么首先呢 我们都知道 那怎么去拨打 这个电话 挺简单的呀 就拨000呀 但是我们都知道 000它你可能是ambulance 紧急的情况 你去报警 紧急的情况也可以 所以呢 打完000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人 在通讯中心 叫communication center 那么这个人呢 它会先问你 你是在哪里 那么 Which suburb do you leave 那这就会 有的时候会转到相应的警局 然后呢 有的时候是转到相应的 ambulance department 然后呢 它可能还会再问你 what's your postcode 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一个区 比如说melbourne 它可能有两个有别 然后呢 它会问你一堆的问题 来确定它多久 把救护车给你 来接你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个专业的东西 叫code one code two code three 什么意思呢 它会问你 一系列的问题 就是确定 你的 紧急情况 那么 它会问你 哪些问题 来确定 这个紧急情况 的程度呢 先问你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 is a person male or female 那么待会儿 它到底是用he还是she 就闪事了 how old is he or she now 它现在多大了 那么 如果前面已经确定了 男性女 后面它就用一个 就不会都这样问了 is he or she bleeding now 现在有没有在流血 what is the injury like 那么这个受伤情况 或者what's the condition like 这种病情情况 是什么样的 is he awake or conscious 它昏倒了 它醒着呢 有没有意思呀 where are you now what's the exact location 那么这些 大家明显是在判断 到底紧不紧急 一般来说 code one 就是我们叫做 life threatening 威胁你的生命 一般来说 会在五到十分钟左右 就能到 还有一个呢 叫code two 就是第二级别的 那么叫做 urgent 比较紧急 但是可能会在 30分钟左右 到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啊 我们说code three 一般不那么紧急的 就得往后靠一些 那么这三个形容 呃 形容词 大家 好 那这三个形容词 我们最好知道一下 第一个 life threatening 危及生命的 第二个呢 我们叫做紧急的 urgent 这一般都是code two 那么 还有就是non urgent 啊 非常紧啊 非紧急的 non urgent 非紧急的 呃 那有人啊 说他到了之后 会做什么 呃 为什么他要问你 这么多问题 就想确定这个人 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救资 对吧 需不需要氧气瓶 那么这个救护车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啊 及时的啊 去提供救援 对不对 那我记得我那次打的时候 就是救护车来的时候 哇 那个他们的一个stretcher 那个担架 然后呢 就非常的高级 然后可以伸缩的 然后呢 下来三个人啊 一起 你看他们的费用 肯定就高 因为这么多人 都得啊 靠着靠着他呢 对吧 呃 那么来的时候 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比如说 what's the nature of the pain 这什么样的痛啊 是挤压的痛 是灼烧的痛 是吧 是心脚痛啊 你能不能描述好 那么我们在下一页slide 会给大家详细的讲清楚 有哪些啊 疼痛 还有一句话 经常会问呢 what degree is the pain if zero is no pain and ten is the most painful 零是不痛 十是最痛 请问 你觉得伤者到底是几 来判断 需要不要用麻药 anesthetics anesthetics which hospital would you like to go the one in Box Hill or Miranda hospital 那么在Ringwood 在墨尔本这边 是这样 然后你要去判断 如果你地名也不熟 Miranda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那去box show吧 说不定还远 说不定人多呢 对吧 那么刚才 如果万一我们的朋友 亲人需要 这个救治 那请问 人家问你 what's the nature of the pain 你怎么描述 我们给大家快速地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持续的疼痛 constant pain 还有呢 我们称之为 sharp pain 剧痛 然后呢 还有就是隐隐作痛 叫dow pain 那么当然还有那种 就是刺痛 stepping pain 好像针扎了一样痛 还有我们在这里就 灼烧感的痛 burning pain 灼痛 那么还有我们叫做crushing pain 挤压的痛 感觉 头被门挤了那种crushing pain 最后一个呢 也比较常见 抽痛或者心脚痛 throbbing pain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 心梗患者 血管里面呢 低密度的胆固醇比较多 所以呢 会导致有的时候 阻碍的血液当中的氧气的流通 会导致心 剧烈抽动 那么一疼痛一下 然后呢 再过去 这叫做throbbing pain 好 那么再有一块呢 我下面想教大家 就是有理有节的 为自己的朋友 亲人去尽可能的 争取一些利益 让他早一点来 当然听起来有点缺德 那么人家 呃 这个 救护车服务是有限的 都都为你服务了 那其他更紧急的人 岂不是就得不到救资了吗 实际上 大家都知道 我们华人的英文 相应来说会差一点 那你去打电话的时候 人家描述各种东西 你可能描述的 不如人家生动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多掌握这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平衡 所以大家也别太在意 那 我就记得我那次踢球的时候 一个朋友 他的脚踝断了 然后呢 呃 我去打电话 那么就是前面你知道 那个人这个腿都断了 完了之后呢 真的 这个痛苦 完了之后 那边呢 就问你一堆的问题 也不跟你说什么时候来 对不对 我都急了 我说are you guys coming or not 你们还来不来了 那么呃 那个人就说来呀啊 那我就说his ankle is fractured and he's suffering 他现在痛苦呢 脚踝都断了 你们怎么还不来啊 你们什么时候能来 我说how soon will you guys come 我不是说how soon will you come 因为接线员他不来 你们的那些工作人员 你们这些呃 这个这个paramedics什么时候来 那么他就跟你说不好意思啊 啊我们不能告诉 当时我打完这个电话 他跟我说啊 不能告诉你的时候 那我说你平均要等多少 我心里有个期待 对吧 我就会说what is the average waiting time for you guys to arrive 平均要等多久才来呀 那这个人说不好意思 我还是不能告诉你 对吧 那你疯掉了 那你这时候呢 如果你觉得你的亲人朋友家人正在痛苦 那你尽量的要 我觉得渲染一下 要不然的话 万一出到我们六个多小时才来的那个人 多痛苦 对不对 到时候来的时候人的命都人都不在了 啊 所以我觉得英文还是挺重要的 呃 但是有些人就说老师 打那个多贵啊 我还是不打了吧 我们经常听说过一些故事 对不对啊 就是啊 就觉得可能潜在的会觉得太贵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多贵 那么维州啊 跟其他州啊略有不一样 但是维州呢 官方统计了一下平均来看啊 打一次啊 那么会有一千一百欧币 为什么这么贵呢 我们打过人都知道 你想人家接线员二十小时要不要工资呀 然后呢 那个救护车每年的这个保养要不要啊 救护车里面放个单价做好几个人呢 对不对 改装那些都会啊 需要钱 完了之后再有就是啊 他里面那个单价啊 就是那个床也是特制的里面有那种自动的升降价 你看就非常高级 那么这个啊 而且来的时候有三个人 懂得什么 有一个司机 然后有两个人还带了一些什么氧气瓶啊 带了一些麻醉药啊 可以紧急处理的 所以这些人 你不要去 他们平均工资大概在澳洲在七万多欧币 那这些平均工资 这些人呢 他们都是需要专业的三年以上的学历 就专门学 包括解剖学啊 什么学业啊 这些方面专业的知识 都要去学习的 所以他们的工资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高 在澳洲呢 就是特别富有的和特别穷的 都是免费 你比如说特别穷的人 那low income members 或者说pensioners 那领政府养老金退休金的这些人 都是免费的 那还有一些特别富有的 就是买私人保险的这帮人 那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holders normally 那这帮人呢 就是这些私人保险呢 已经cover了这个ambulance 所以也不用担心 那关键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产 中等收入的家庭 那么是最惨的 那你一次万一叫了 那就1000多币 那但是呢 大家可以去买一个membership 就是维州的这个ambulance 专门提供了一种 相当于是一种长期的分期付款 你要是单人呢 一年40多块钱 那你如果是一个家庭呢 家庭至少有爸妈妈 然后孩子就相当于免费 那这时候呢 一年呢是90多 那你想一想啊 如果1100除以96 差不多就10年吧 那么10年多一点点 那你能保证在10年 或者11年里面 整个家庭一次救护车 服务都不打吗 如果能 那你就确定 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好 那么所以一般来说 还是要买一些家庭保险的 再买一些医疗保险 好 这是钱的问题 那既然平均一次1100 那我就不打吧 我们听说有的搞笑的事情 说一个人昏倒了 嗯 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千万不要打救护车 啊 不是说叫 就是觉得太贵了 那实际上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那说呢 我不叫 我就叫一个出租车去 啊 可不可以 实际上出车可以 但是你出租车 你就在外面等 那澳洲的医院等的 就耗的时间特别久 但如果说 你特别紧急的情况 有了那个 那个出租车 人家没法 那腿都断了 没法放啊 那这个时候 你还是得叫救护车 而且救护车有个好处 它是直接到医院的急诊的 你就不用前面等待了 所以这是啊 我觉得特别紧急的 还是得要叫救护车 而不是为了省钱 找个出租车什么的 啊 那么为什么等待时间这么久呢 我们快速的跟大家去讲一下 第一个呢 像最近的等待时间久啊 第一个就是需求极大的上升 说emergency departments been crushed by demand 啊 或者demand 被这个需求啊 直接压垮了 太多了 啊 因为 大家知道最近这个疫情啊 很多人呢 就不怎么去医院 就怕人家医院的交叉感染 所以呢 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那么就反正就平时 以前定期见医生呢 现在不见了 那平时可能吃药啊 注意的事项就没关注 那就是后就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 尤其在老人 那这些老人呢 如果是low income 或者说是一个pansion 本来就免费 那我就没事打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导致需求特别特别的大 其次呢 就是人手不够 short staffing staffing staff short staffing 那么这个呢 跟其他的行业不一样 不是说啊 你学个几个月 马上就可以急救了 那这个要学三年了 所以呢 他人手不够 而且换句话说 你平均那么危急 对不对 才七万多 那你跟那个电工 人家水管 天天管道堵了 一个收你一个 好几百上千 一天干个三四个活 一两千欧币 保守的估计 那这个一年 你说工资多少 那我信心工夫 也挺人命关天的 我也 我也工资就这么多 所以大家动力不足 所以人总是缺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说 a lack of emergency sip beds 紧急的这个床位不足 那床位不足 有个问题 就是救护车到了医院了 但是由于前面病人还在躺着呢 还没弄出来呢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呢 那就在那个门口 就是入口 躲在那里 这个我们称之为access block 那般去医院的那个上坡 有个小斜坡 叫做ramp 所以ramping呢 就是那个车到了医院 但是病床没有 然后那些人呢 啊 还没有出院 所以呢 有更多人进来 大家都在那个 ramping上面等着 这个 就像在国内 我们医院看的 那个走廊边上 痕迹速拔的 搞了很多人 打点滴的 或者打吊瓶的这种人 然后就觉得很惨 这边医院 我没见过 什么在走廊里挂吊瓶的 反正就在车里躺着 然后呢 一排排开 这种就叫做ramping 还有就是 刚才我说这个疫情 导致等待时间特别久 有一些州 在澳洲 比如说昆斯兰州和塔斯马尼亚州 那么救护车是免费的 所以这些地区呢 一般老人比较多 老人就觉得 哎 我到这里面 啊 我能看得起病 但是大家都都都都像这样想 就会导致效率特别的低 所以在塔州和昆斯兰州 也医疗 相应来说 效率会比较低一点 嗯 而新州就好一点 因为新州有 就是像这种救护车服 它不是免费的 那普通人呢 是政府给你报49% 你自己掏51% 那我们就尽量的能够避免 所以相应来说 效率会比较高一点 嗯 那什么叫做ramping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这样的斜坡 然后救护车都在 这里等 这就叫ramping 好了 那么这一期关于如何去呼叫救护车 我们就给他讲到这里 大家在澳洲 在维州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可以在底下去留言 我们沟通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This is Robert